大美你慢点 我等等我行不 赵刚子 不是我说你 就让你帮我滴了点东西 你至于累成这样吗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就穿平底鞋 我今天穿高跟鞋 我自己就夹上来了 不用它 大美啊 你夹一个我看看 你还夹它 不是 我告诉你大美 你夹上它 你再穿上高跟鞋 你信不信 一会儿就把你这高跟鞋 磨成拖鞋 你这就是没劲的表现 你知道吗 我给你唱成歌鼓鼓劲 你注意 你注意 跟着我歌声的节奏走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告诉你天上有星星 告诉我 哎哎哎哎 我还没告诉你 我退下了 你再告诉我一会儿 我就躺地上了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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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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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哎呦我的妈 哎呦 慢点往下往下 哎呦我的妈 哎呦哎放一放你歇会儿 哎呦 确实确实 确实有点沉 休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你这平时老不运动 你这体力不行 穿过气 穿过气 哎那个 哎呦 张光总 哎 我我问你点事行吗 你说 穿过气 啊 就是咱们小区 不是评选最美女青年吗 啊啊 这事哈 啊 那个我多少票 哎呦 我跟你说大美 啊 你的票老多了 你差一票 是250票 哎呦 我人缘这么好吗 那既然我这么高 那其他选手呢 比如说那谁家那小谁 那谁家那小谁 那谁家那小谁 还有那家的黄小黄 你不就是想问黄小黄吗 我问很多人问 大美我告诉你 黄小黄的票挺少的 它跟你有一定的差距 它啊才249票 它那么少啊 啊 没人给它投票啊 是啊 我怎么感觉的 跟我一样多呢 是吗 那不都差1.250吗 哎 这我倒没有发现 这 我跟你说 就你那一票 是很关键的一票 你跟我说你那一票 你投给谁了 排冰箱吧 你别别 你问你关键时刻你就打岔 你说你投给谁 你说你说你这必须说 哎 那个大美啊 我问几个问题 你说你像你买这个新冰箱 人家都送货上门 你为什么非让我送门上货呢 这是个问题啊 对呀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导导 啊对 我是这么想的赵刚子 你说你天天在物业公司坐着 看报纸喝茶水 你坐时间长了吗 我就担心你误住写 我就想你没事 到我们楼上面这个地界 溜达溜达 看看我们上帝们都有什么需要 看看你 你有什么需要 你说我给你解决吗 哎呀我这个需要不好解决 没问题 我帮你解决 我想要个丈夫 你们家冰箱放哪儿 哥屋里 哎呀我的妈 哎呦 慢点啊 好了我那怕也掉了 慢点 来进来进来进来 给我吧 进呢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哎 这谁放的酸钛钢啊 你进来 不是你这门太窄 我进不去呀都挡的 那你 不行 这我得问问 这谁放的酸钛钢啊这是 你也看见酸菜钢了啊 你这个 你这个楼道里就两户 反正不是我的 那你说是黄小黄呢 那是你说的啊 这不是我说的 赵钢子 请解决问题吧 我先歇会儿 黄小黄 黄小黄 呀钢子哥 哎呀咋的 小黄啊是这样的 今天呀我帮大美抬冰箱 大美家住对面 好的 黄小黄 又咋的 没说完呢 我帮着大美啊谈冰箱 大美家就住对面 你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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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我没说完呢 怎么了 我帮着大美抬冰箱啊 这是酸菜钢 你看卡在这儿的 这酸菜钢是谁的呀 想吃酸菜了 晚上给你捞两颗 好的 哎 哎 哎 黄小黄 你干啥呢 那么多事呢 你 你不是玩呢 这酸菜钢是不是你们家的 啊 啊 我跟你说 咱物业有规定啊 业主不能往楼道里面放东西 那我也没违反规定啊 那酸菜钢又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是谁的呀 我妈妈的 这么着啊 那个咱妈的酸菜钢也不能放在这儿啊 你不是谁攒攒的呢 啊 赵杆子 你跟谁 不是啊 你说 你要跟谁俩攒攒的 不是啊 那个小黄你控制一下情感 好不好 你马回退 你退回原来的位置 好不好 退回去 小黄我跟你说啊 你妈妈 我阿姨 她老人家的酸菜钢也不能放在这儿啊 我知道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今天帮人家大美台冰箱啊 都卡在那个位置上 哟 你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 啊 原来是帮大美台冰箱卡那儿来找我麻烦的是吧 是 诶 赵杠子 全小区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不帮别人台冰箱 就帮大美台呀 怎么的 大美美呀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这跟美不美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就是长得磕上 那我谈 我该台 我还得台 对不对 你让我台 我能不台吗 怎么的 我磕上的 我没说你磕上 我说你长得美 骗谁呢 我美吗 行你不美你磕上 谁磕上 你是美里边 不是你是磕上里边最美的 他是美里边最磕上的 行不行 那我俩到底是一样磕上的还是一样美呀 你俩是磕上里边有美美里边有磕上 那到底谁是磕上的 美不美美容院说话明白不黄小华 我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我是物业我就管服务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好好聊个天还激闹呢 我能不激闹吗 你说你问这问题 无解 我知道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就是你赶紧把这酸菜缸挪走了行不行啊 酸菜缸都是小问题 还有大问题呢 什么大问题 你别急 时间马上就到 干什么玩意这是 听 完了 我解 完了 根据我的经验不是演习 黄小华 这咋搞我了 黄小华 赶快 我掩护你 快 撤撤撤 快撤快撤 快撤 你干 别受高的大把猴子的 怎么着 不是出来 你装啥蜘蛛侠呢在那儿啊 怎么 你接着往后听 这什么个意思 这明显有人练赏呢 我的妈这是练赏啊 我这生意也太刺激了呀 不行 这必须得控制 否则这一个楼到的人都跑没了 我倒无所谓呀 跑了一个礼拜了 车户我还住了三宿呢 我行 楼上内心脏命老大也行吗 是是是是是 这是谁家呀这是 我哪知道啊 这一层就住两户 一户我家 一户两家 你说是大美家发出的声音呢 哎呀 这可不是我说的赵刚子 你看问题来了 解决问题吧 好 大美 大美 呀 问题解决了 不是 我问你们这 刚才那个拉井别是从你们家出来的 拉井别 啊 什么情况啊 我妹妹要考音乐学院 声乐系 女高音 花枪 你妹妹这不是花枪 你妹妹这是武器 我跟你说啊 这是噪音 老民 不行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武器啊 伤害到你哪啊 啊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 有人告状啊 是吧 我让你解决的是酸菜缸 你跟我说的是花枪 你要想解决花枪 你就先给我解决酸菜缸 再解决我的花枪 去 黄小花 怎么的 是不是找到源头了 老板 老板 你跟你商量一下 你高风量节 好不好 你先把这个酸菜缸挪走了 然后我给你解决花枪 你看行不 没问题 不就是挪酸菜缸吗 是 挪哪儿啊 挪哪儿啊 就挪你家里去呗 放不下 那就挪到你那地下车库 车厅哪 那你放冰箱里 你摆试试 对啊 黄小花 你把这两个酸菜缸 放到我们家行不行 哎哟 赵缸子 哎哟你不得了了 不就是有人投诉一下酸菜缸吗 你就屁条屁条过来解决问题 把你自己家都搭上了是吧 你别说话了 你说啥呀 不就大美美吗 就比我优先的 大美大腿长 就比我快一点 这跟大美大腿 不是 这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想有啥关系啊 赵刚夫你别忘了 你是有腹之腹 哎 不是 有腹之腹怎么的了 有腹之腹赖我吗 有腹之腹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 大腿跟大腿 有腹之腹是有腹之腹 干什么玩意 大腿 大腿 大美 大美 又解决了 来来来大美 我跟你商量商量 你高峰谅解好不好 你这样 你先把你家那个噪音呢 以后就停止了 酸菜肛我给你解决 好不 凭什么我就高峰谅解呀 不是 你这就明显欺负人 你知不知道 人过去有人说出家里没个男的 就找人欺负 我今天真相似这句话了 你就欺负 我跟你说 你不就是看谁虎 谁白 谁虎白田 你是像是谁吗 什么虎白田 我告诉你 赵刚子你不要忘了 你是有腹之腹 挺自重 哎 哎 不是我有腹之腹脑袋了 有腹之腹赖我吗 有腹之腹跟虎白田有什么关系啊 虎白田是虎白田 有腹之腹是有腹之腹 你应该怎么办啊 我明白了 这俩人是杠上 今天大美让我抬这冰箱 就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来解决 大美 你出来一下行不 我讲话 咱出来解决一下行不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还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 我收拾不了他 我就白当有腹之腹了 不是 我就白当精采物业了 哎 老刘嘛 就是咱们社区啊 选这个最美女青年的事啊 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 两位女青年啊 都不出来 你看怎么整啊 哦 就换人是吧 好的 咱们家门口了 行了 不用换了 两位女青年都出来了 哎呀 你奶奶刚 哎呀 大美姐 哎呀小花你在家吗 哎你是不是又瘦了 我看你腿是不是又长长了 他长到嗓子眼了 哎呀妈你这裙子真好看 你这在哪买的你真会买衣服 我嫌你可白了 惨白惨白的 那个是这样啊 二位 这回咱们社区啊 评选最美女青年 你们觉得谁最美呢 那还用说吗 那还用说吗 那 小黄呗 怎么可能 大美姐多有气质啊 你怎么打呢 我多磕着呢 哎 你哪有我磕着 不是 我磕着 哎 你磕着不过我啊 我还是我磕着 现在谁磕着 谁先说话 我说了 我最磕着 我先说话 行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这回评选啊 最美女青年 不光是颜值要高 素质也得高 那太简单了 so easy 太简单了 这事 so easy 不是 哎 大美 我问你个事啊 比如说你在咱们社区里边 突然有人摔倒了 你服不服 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 扶起来把他送家 太好了 比如说你邻居家 做饭的时候突然没有盐了 你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上超市 给他买包盐送家 比如说你发现你邻居家 那个钥匙挂在上面没拿走 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上 你拔起来我给他收好了 比如说你们家邻居酸菜缸 没有地儿放了 你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 把酸菜缸一抱 送我家车库去 反正我也没事 明白 腿肠就是好事 来 大美 抬酸菜缸 行 来来来来 哎等会儿 你过来过来姓赵子 来来来来 怎么的 我这么一说嘛 我怎么感觉 我有点让酸菜缸给扣里头了 我跟你说啊 大美啊 你刚才说那些话呀 让我感到了你的素质 我什么素质 特别高 真的吗 真的 你看你不光素质高 你思想觉悟高 你水平高 真的吗 我从小就这样 是不是 我一直都没变过 哎呀 黄小环 你看 你对面住了个三高 你看着办吧 哎呀 大美姐 我听你一席话 我都觉得我特别矮小 哎呀 我觉得 没关系 哎呀 大美姐 哎 你妹妹不是要学声乐吗 我就认识声乐老师 上他们家去提高提高 锻炼锻炼呢 哎呀太好了 我正愁给他找不着老师呢 谢谢你啊 你科技啥 你看我这酸菜缸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老闻这是酸菜 他闻习惯了呢你说 不是不是 那个也不好意思 我给你道不歉 我妹妹这两天 她练声 我跟你说 这十多天我都没 没事 这不是给我们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呢吗 是不是 多好 哎 其实吧 你们两个人 你干啥话没说完呢 你让我说两句 不是 你不要说啥 听我跟你说 你让我说两句啊 你看 其实街坊里面之间发生点矛盾呢 有点磕磕胖胖胖 其实没啥 对不对 对 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对 对 你多说一声对不起 你多说声没关系 啥事都没了 本来也没啥事啊 就是你来干嘛来了 谁让你来的呀 哎 好好物业 你说呆你在这干啥呀 你上班你说这干什么了呀 不是那小事啊 这都女人之间的事 你能弄明白吗 我俩感情 你知道吗 就是啊 谁你叫我来了 不是啊 那你来干啥来了 对啊 太多鱼了嘛 多鱼的事 那我走了 哎哎哎 赵刚子 我还有话 我有个小事问他 你问你问你 那边来 啥事 那个咱们不是评选 那个最美女青年吗 听说你那票还没投 是不是啊 你准备那票 投给谁呀 投给谁呀 那个 我这一票 我准备投给你 你们大嫂大米粒 你不是 假公济私 你这是 不是 你说 投给大米粒 他们就成为我们 最强有劲的对手了吗 对啊 了解 据我调查 大米粒现在 加上我这一票 总共才一票 好好好 那行 那投吧 你还愣着干啥呀 台缸啊 倒进去 明白 还愣着干啥呀 台湾缸奔冰箱啊 进屋啊 好 回见啊 再见 改天聊啊 拜拜 拜拜 我跟你们说 大家 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路窄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着俩奇葩 哎呀 哎呀 哎呀